今天我們很開心請到集團主席施永青先生來到現場 跟我們聊聊天 歡迎施生 11月底政府就會公布最新的一份施政報告 特首就說會與北京去談一系列的維港政策 你預計到時會有哪些類型的措施會推出呢 特首能夠做到多少角色 以及中國政府會放多少優惠政策給香港呢 我看不到 中國政府一定不會說擺出的姿態 我不管你了,有得你死 但你看他可能覺得 他會覺得將資源投在深圳、大灣區可能成效更好 在這樣的情況下 可能未來香港的一些機會 在深圳、大灣區 可能更容易找到 這個就要香港人自己覺得 適不適宜去調整自己作風、定位 很多事都要變才能做到的 我們經常都說香港人是一個很現實、很靈活、適走棧的 以前是 現在香港基本上是富二代、富三代 香港已經富了一輪 就不是那麼容易變的 老爸有靜落 阿絲山你又有靜落 我老爸沒什麼靜落 你老爸沒什麼靜落 都好過我以前的老爸的年代 所以我相信要馬死才落地走 現在馬都還沒死 記得了 即使到今天 現在一國兩制都還有不少 香港都還在行資本主義制度 在行普通法 中審庭還在香港 還有很多外籍法官 香港人去旅行、去移民 隨時可以自己申請 有人收留你就可以了 你在大陸不是每樣都有 所以香港能保住現在有的東西都不錯 香港現在的傳媒的自由度都相對高 即是言論自由、學術自由、法治 所以這些東西其實都是我們要珍惜 所以香港如果政治上定位失誤 你就花了很多精神在內鬥上 可能我們的經濟上也好 政治上也好 都是跟內地的聯繫會越來越多 你要抗拒、要本土優先 未必做得到